在古代中国,盗墓现象十分普遍,尤其是在频繁战乱的时期,比如在三国战乱时期,曹操就是盗墓者的鼻祖,他通过疯狂盗墓致富到了唐朝,皇朝的齐军,甚至到了汉武帝的墓,而大唐昭陵也在五代时期被梁国人温涛盗走。 因为战乱时期天下大乱,各方势力争霸,导致许多古墓无人管理和保护,许多帝王将相的陵墓经常被人光顾,但是在历史上,有一个名人的墓却一直安然无恙,没人感到,他就是三国名将赵云揭开历史的阴影,这里是圣历史。 欢迎订阅观看,由于赵云在民间的知名度非常高,所以各地都有不少关于赵云的传说,而且这些传说基本都是夸奖和赞扬赵云的,很少有说赵云坏话的故事,现代人距离三国赵云的时代已经有上千年的时间了,但是大家是否知道赵云的墓地具体在哪里呢? 实际上,在广阔的华夏大地上,有不少地方都建有赵云的祠庙和墓地,如四川大义的子龙庙,河北正定的赵云庙,河南南洋的赵云祠墓,以及湖广贵阳州城外的赵云祠等等,赵云这个人只有一个。 但是他的祠庙墓地却有这么多,这里面肯定是有真有假的,那么赵云真正的墓地究竟在哪里呢? 赵云是一位著名的三国时期将领,他的墓地位置一直备受关注,要了解赵云真正的墓地位置,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历史中找到答案,赵云出生在河北省的常山真定,因此在河北存在赵云庙也很好理解。 然而,由于他四处转战,河北的赵云庙最多只能算是个衣冠种,赵云曾加入公孙瓒的势力,但认为他成不了大事,因此趁机回家避祸,赵云一直在找刘备。 他认为刘备非常有前途,最终加入了刘备的队伍,在南征北战中,赵云立下了许多大功,最著名的是在长满坡之战中永久阿斗,这一行为使得赵云的中意名声推向了顶点。 最终,赵云在蜀汉参加了诸葛亮的北伐战争,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,赵云是一位长盛将军,在他去世后被追视为顺平侯,他的形象在后世被广为流传,从赵云的一生经历来看,很明显赵云是死于蜀地的,因为当时为蜀,吴三国互相防备,赵云的尸体不可能运回老家,因此他的目的应该在一周。 虽然在史书中并没有明确地记载赵云的目的位置,不过在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,却对此有一番说法,原文记载如下,后主闻云死,放生大枯曰,镇西年幼,非子龙则死于乱军中已,是顺平侯赤葬于成都锦平山之东,建立庙堂,四世响祭,经过相关专家的考证。 他们认为,锦平山下的墓种就是赵云真正的墓地,因此,除了四川的墓地。 赵云在其他地方的墓地基本都是假的,赵云墓虽然并不算太大,但是依山而建,树木庄严,而且周围的树木匆匆,算得上是一块风水上的宝地。 在墓前有一座古朴清幽的墓结构四合院,赵云的墓碑就立在正中间,墓碑的高度则有2.5米,宽度有1米,上面刻着汉顺平侯赵云墓七个转体大字,在两侧还刻有一幅对联,赤胆永幼江元父老,中魂犹状蜀国山河,在上方有佩扁,永烈千秋,只是看着这块墓碑上的内容,都能让人不禁感受到赵云英勇无敌,以及威风八面的气质。 三国名将赵云,他在生前屡历战功,是刘备麾下的一名德力大将,他不像空有一身武艺,却无忠心的吕布,也不像虽然勇猛,却少谋略的张飞,这样一位深受重视的将军,想必死后一定会被风光大藏,墓葬里的宝贝估计只多不少,而且根据历史上流传的传说,他的那把随身兵器龙胆亮银枪,也陪着他一起被埋葬进了墓穴,经过了上千年的时间,赵云的目的一直安然无敌。 那么,赵云的目为何没人赶到呢?其实在事实上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主要是以下的三个原因所导致。 原因之一,赵云的忠义,在赵云死后,许多地方为了纪念他,纷纷自发建起了子龙庙。 因为赵云这个人为人忠义,在民间的知名度非常高,大多数世人都对赵云敬佩有加,所以根本不敢对赵云木有丝毫龙龙的想法,除此之外,还有很重要的一条,便是四川一带的盗墓行业里有这么一条世代相传的不成文的规定,不可刀挖赵云木。 正因为赵云在民间的正面形象让那些有贪财之心,但依然还有道德底线的人打消了盗墓的念头,原因之二,诡异的传说。 赵云的正面形象挡住了有良知的人,但挡不住那些为了发财而毫无底线的盗墓贼,这些人做的本就是欺世灭祖,人人喊打得够当,他们为了钱财四处盗绝墓穴,有时甚至连墓主人的尸骸都可以随意践踏,怎还会把赵云放在心上呢? 但是,这部分没底线的盗墓贼之所以也不敢动赵云木,则是因为在道上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,赵云木有毒蛇守护,敢盗墓者必死无疑,据说,曾经有一伙盗墓贼盯上了赵云的墓穴,他们见墓穴完好如初,一点被挖掘过的影子都没有。 而赵云的身份和地位又十分显赫,于是他们便大胆料定,在赵云木中一定有许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,说不定赵云的那把天下第一名枪龙胆量银枪也在里面,如果能拿到手,岂不是要发大财? 几个盗墓贼准备在锦平山附近挖掘赵云木,发现此处人际罕至便开始行动,在挖掘过程中,他们听到了诡异的声音,周围也弥漫着危险的气息,突然,几条毒蛇出现在他们周围,盗墓贼们感到蹊跷,但仍决定等待蛇散开后再继续挖掘,然而,天空突然雷鸣电闪,狂风大作,盗墓贼们被吓得逃走了。 这件事情传开后,大家开始相信赵云木有毒蛇守护,盗墓贼们都不敢再碰他,但仍有胆大的盗墓贼想从中捞好处,结果被大鱼打击而失败,这件事情让人们更相信赵云木被上天庇护,也造成没有盗墓贼敢再碰赵云木的局面。原因之三,赵云的清廉,熟悉三国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。 赵云这个人,为人十分的清廉,当初刘备入益州,想要把田产房屋赏赐给功臣,都被赵云给劝阻了。 赵云在当时还引用了获去病的故事,以此来劝见刘备将田宅归还给老百姓,由此可见,赵云是多么的一心为民。 他又在关羽,张飞被害之后,极力劝见刘备不要罚吾,被后世称赞为有大臣菊亮的儒匠,甚至被认为是三国时期非常完美的人。 现在看来,品德如此之好的人,哪里会有多余的私产呢? 因此,有很多人认为赵云为人非常清廉,在他的墓中根本就没啥值钱的东西。 完全没必要去盗绝,长满坡之战,是刘备败于曹操后,赵云为了保护刘备的家人,独自闯入曹军阵中,永救刘备的儿子刘善和两位夫人。 赵云在战场上力战曹军,杀死曹江五十多人,最终成功救出刘善,安全返回刘备身边。 这一壮举,无疑展现了赵云的忠勇之志,而在《三国演义》这部历史小说中,赵云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。 罗冠中在小说中,对赵云的忠勇形象进行了极大的夸张和渲染,使赵云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忠勇化身。 在小说中,赵云的形象是那么的高大。 他的忠勇之士,成为了人们传颂的佳话。 除了长板坡之战,赵云在赤臂之战中也有出色的表现,赤臂之战是刘备联合孙权,共同对抗曹操的一场重要战役。 在这场战役中,赵云跟随刘备,英勇作战,为刘备军队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。 赵云的忠勇之名,不仅在战场上得到了体现,在他的一生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 他始终忠诚于刘备,忠诚于蜀汉。 即使在刘备去世后,他也一直坚守蜀汉,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赵云的一生是忠勇的一生。 是英勇的一生,他的事迹成为了后世的楷模,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。 他的忠诚和勇敢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。 历史上的赵云,真实的忠勇,不朽的传说。 他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做忠诚,什么叫做勇敢。 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,我们应以赵云为榜样,忠诚于自己的事业,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 以实际行动去践行赵云的忠勇精神。 赵云,一个历史上的真实英雄,一个不朽的传说。 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人们的心中,激励着我们去追求忠诚和勇敢,去书写自己人生的辉煌篇章。 赵子龙虽然三国时期的地位并不是特别高,但意义非常深远,历史上的重点是他的武功有多厉害,即使对于刘备也可以赴汤蹈火。 因此,虽然他当时的官位不是很高,但每当看到赵子龙时,每个人都很尊重他。 在他去世后,蜀国也对赵云举行了厚重的葬礼,据说陵墓中有无数的随葬品。 据说很久以前,也有人想去到赵云墓,可是怎么都找不到入口,经过大量的努力,终于打开了一个洞口。 可就在盗墓贼想要进去的时候,天突然变了,下起了大雨,好不容易打开的洞口,瞬间被重新封住了。 盗墓贼以为是赵云显灵生气了,急急忙忙地离去了,其实这些都是传说罢了。 最大的原因是,大家都认为赵云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人物,后人评价很高,盗墓贼也不愿意去盗窃这种英雄人物的灵墓。